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繼續同大家跟進這個日本核廢水事件,有中國核能專家說福島核處理水不可怕,竟然被人刪文兼封號,看看新聞怎麼說。 根據報導,日本啟動了排放核處理水入海這件事,引發到大家恐慌,旅居荷蘭中國核能專家李劍王在微博發文引述多項科學數據,福島所排放核廢水不值得擔憂,但不夠3小時被人刪文封號。 而公開資料顯示,59歲的李劍王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12歲已經考到中國科技大學首期少年班是資休生,12歲又做資休生那麼厲害。 1983年,在中科大畢業後,直接入到中國原子能研究院工作8年,然後在荷蘭能源研究中心核能部工作5年,定居台灣。 1983年,因爲他講這些事,就被人刪文封號,他亦提到自己是被微博刪除了346個帳號。 1983年,你見網在微博發文,就說福島廢水是經過過濾之後才排放的,除了樓以外的放射性物質就有過濾了出去,而福島廢水目前儲存的全部樓當量是不夠900倍克的,按照30年等量排放,每年排入大海的當量不到30倍克。 說到現在世界上,每年樓排放最大的是法國的納尔格區的核廢料處理基地,每年就會向英吉利海峽排放的樓當量是11,400倍克,比福島大了接近400倍,就算是比法國小很多的中國大亞灣核電站、中國國家核電安全局的設定排放上限, 都有225倍克,比福島排放高8倍,所以說福島樓的年排放量是不值得擔憂,而李劍王指出,福島廢水稀息到每公斤1500倍克勒爾, 而日本飲用水國家安全標準是6萬,即是說福島廢水要稀息到日本飲用水的40分之一再向大海排放。 他亦強調很多讀者對日本人的可信道不放心,但都叫他們不用信任日本人, 說到只需要信任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 他說到這個原子能總署是專門為了監督福島排放成立了一個特別觀察團, 團圓裏面除了其他國家的專家是故意包含一個中國專家和一個韓國的專家, 這兩個國家的專家是絕對不允許日本政府蒙運過關搞任何的詐騙。 他最後亦強調,說這一個總署已經由廢水取養送去各個國家的實驗室進行獨立測試, 測試結果就放在他們官網不放心,就叫人去查找閱讀。 根據網路的截圖顯示,李健亡發了文章之後得到200萬人次閱讀1.2萬人的按讚, 但是3個小時就被人投訴違規,刪文兼封號。 亦有些網紅就找到李健亡以前所說的東西, 還說李健亡是一個漢奸,不值一信。 另外還有一個新聞,這個新聞就是廣東海灘突然出現大量海蝦。 網民就說,這些海蝦是否預感到海水被人污染,所以就走過去呢。 這個話題是上熱手榜的,他們說這些海蝦寧願被人白灼,都不願意被人核污染。 根據圖片所見,整個沙灘都是新鮮海蝦,很多都跳下跳下的。 對於為何會出現這個現象,其實官方都不太清楚。 網民就在這裡說,一定就是怕了輻射,這些海蝦提前知道,所以提前就走。 但是我覺得海蝦應該就不會有這種超能力吧。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了兩個新聞,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我們下集再見,拜拜!